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扎属 这节课继续讲我们的页面有缓 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些缓存相关的技术对吧 不断的缓存 包括说页面缓存,URL缓存,还有对象缓存 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学书库的访问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缓存 我们这节课我们一起讲叫页面经代化 这个页面经代化可以说是一种更为激进的一种缓存 因为它是把页面直接缓存到了用户的浏览器上 那有什么好处呢 排名下当用户访问页面的时候 直接就不需要跟我们的服务团经交互了 直接从本地缓存里边就拿到这个页面 最大的节省网络的流量 提高选择收入对吧 也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这个技术 现在越来越流行 越来越多公司开始使用这种 也就是说前后端分离这种技术 并且呢 前端技术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火的 比方说安格拉GS,6GS 现在非常火的这些技术 当然还有很多 也是有原因的对吧 我们这节课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一线面清添化 当然我们用的技术 不是用了这两个 因为这些东西将来说比较复杂 我们这块就简单了 我们用gequery来稍微模拟一下 后来是一样的 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找些材料 看一下这方面 学习一下这方面的技术 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正式讲解之前 我们先讲一个小东西 我们上节课在讲那个 对象缓存的时候 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方法 叫更新用户的密码 你看一下 现在第一步是更新区库 第二步来更新我们的缓存 大家有没有想过 顺序可不可以反过来呢 反过来是不可以的 我今天恰好从CSI实际上 看了我们以前的博客 打开 这个博客讲的什么东西 讲的是我们缓存更新的一个模式 就类似于我们设计模式那个东西 他说了 这个东西叫CatchAssetPack 最常用的一种派对 什么逻辑呢 人第一步 实键的时候 先从Catch取诱 没有得到从数据库中取诱 成功放到缓存里边 跟我们的逻辑是一样的 第二步 先从开车里边取诱 取到直接返回 也是一样的 第三步更新 首先把数据传入到数据库 成功之后再让缓存失效 这个跟我们的逻辑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不可以先让缓存失效 然后再更新数据库呢 我们把这个顺序调换一下 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为什么呢 考虑这样一个场景 假如说做更新的时候 第一步先把缓存给删掉了 这个时候过了一个独套路 把那个老数据就插在缓存里边来了 然后呢 你又做了一次更新 相当于数据库里边的数据是新的 但你缓存里边的数据是旧的 对不对啊 这有问题了对吧 数据不一致了 这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啊 讲得非常好 关于上节课那种 我们先讲这么多 开始我们今天页面近代化的讲解 我们还是啊 先找一个页面 哪个页面呢 我们今天啊 挑这个页面啊 详情页 为什么来挑详情页啊 这个页面啊 相对比较符 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个 定代化的意义啊 OK 这个我们也把它给改掉了 什么说 2 2 然后呢 我们再搞一个叫 强情的一个页面 这里就不是2了 这是正常的1了 第一个 我们怎么来搞呢 注意啊 我们还是ResponseBody 所谓的页面近代化啊 就是说我们的页面 是存在到HTML 然后呢 动态数据呢 是通过交口 通负转过去 或者说我们的负转啊 就只需要写交口就可以了 然后它应该返回一个什么数据 我们先把之前代码先称一下 去网上就不要了 对不对 去网上就不要了 然后呢 这个还是要的 对不对 数据还是要的 对吧 包括我们的U呢 也不需要了 还得留着 删了吧 我们的药物逻辑啊 都是需要的 对吧 这边都不需要了 显示获取商品的详情 定义的每一个 VU对象 往页面上传值 进一个固子detail的VU 这里边有哪些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有一个商品 对不对 然后呢 有这么两个 就算 OK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给搞进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商品 Proven 然后实际上就是一个 DQ对象 只是用来 好像说数据的 没有任何的特殊地方 对吧 Soft 在这上 get on the set 我们呀 就是返回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呢 还是用我们的Result 我们填装好的那个 这里其实就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的Result 我们的VU 看我们一个VU对象 U出来 然后呢 把数据填进去 好像还需要我们的U的 对不对 把U的也搞进去 你们我们页面上要有一个碰到用户去的对吧 Source get on the set 这里啊 继续填上我们的U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U的 然后呢 它是我们的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然后返回双方向下 就返回Result 是吧 我们下一步啊 就主要以这种方式为主啊 我们前面讲页面缓填 为了给大家眼神一下 现在越来越多了 是用这种形式啊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全改造成这种形式啊 OK 我们就返回我们的数据 返回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改造一下我们的页面 OK 我们看一下 所以这俩 我们是从商品列表跳过来 对不对 看我们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 还要跳转到我们的商品阳情 这回啊 我们就不需要通过服务软跳转了 我们直接就把它搞到客户转来 对不对 我们放到哪里边去呢 信材页面啊 我们一般放到Dentic下边的 跳过DT 把那个后缀名啊 改一下 为什么呀 你如果不改后缀 它默认 还是会找这里边那个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边配了一个 这种形式 对不对 你后缀名是DHTML的 它会找这里边走 稍微改一下对吧 改成.HTML 它就会找它 我们商品列表怎么跳呢 哎 这回啊 不是这么来搞了 对吧 不是这么来读了 应该是直接走我们 起来对吧 很想读了 这一方的呢 gold detail.html 它应该是直接走我们的 gold detail.html 然后呢 下一个参数 gold id 就等于我们的 这个页面取消了 那个 gold detail 这样就是能够 跳转到我们的 gold detail 这个页面上来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只需要 给详情页面 就可以了 这里注意一下 这就不要了 对不对 这是fimleaf的东西 我们现在 是不需要fimleaf了 包括这东西 全部给它干掉 可以打出来 全部干掉 对吧 全部停滑掉 给它空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也干掉 对吧 全部停滑掉 包括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完整的 存了html了 可以fimleaf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样三点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把代码稍微等一下 ok 我们的引入文件这块 就ok了 然后我下看一看 这种东西 这是用户的一个机视率 我们先建一个ID 比方说叫user的tip 先不用管它 往下走 这个叫商品的名坑 先建个ID 主要是gold detail 然后这个是商品的图片 同样 建个ID号 叫gold的image 这个秒杀的开始时间 同样建个坑 这是什么呀 找到我们的ID 我们的开始时间 对吧 叫start hine 然后呢 往下看什么的秒杀tip 这里啊 我们先这样 把这个先删掉 一会再玩上 翻 秒杀tip 把这个就不要了 我们到时候啊 把这些数据啊 动态中下 到这里边来 然后呢 这个值呢 很明显是没有了 对吧 建个ID 有了已经 不需要了 这是 一个秒杀的 对吧 这是我们的表单 表单里边 这个也没有了 对吧 我们的gold idea 也没有了 ID 这是我们的gold idea 先不管用不上用不上 对吧 我们先搞出来 这往下走 是我们商品的原价 就是gold price 秒杀价 秒杀price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库存数量 stock 看到 这里啊 第一步 肯定我已经没法做 这个了 第一步 我们应该是去服务端 请出我们的底费了 对不对 刚才 我们做一下 你说我们的detail数据 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做一个 把假设定要用 对不对 URL 往中下 就就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口 对不对 这个就不太好了 给他明白 就detail在下面的gold id 上面的gold 然后是detail 然后是一个gold id 这个不要了 OK 这个URL 是行杠 gold 然后下面呢 gold id gold id哪来的呢 是我们从参数里边 获取出来的标点 因为我们这边 往那跳的时候 我们传了一个参数 对吧 叫gold id 所以说我们就从参数里边 把它取出来 怎么来取呢 刚好我们之前 写了那么一个方法 对吧 取参数的 没有对吧 没有 我们就先写一个吧 看一看我们有没有 这里还没写啊 这个啊 找一个代码 之前在贝克的时候 已经写好了一个 查一下有时候很多网上都有现成代码 这就可以用了 这个就是要获取参数的啊 这个是获取的 e.l的参数 然后呢 这个是你看 回来打了一个叫 日期的格式化 OK 我们调整方法啊 时间是e.query.exe 参数名传进来就OK了 看一看啊 是不是怎么写的 就跨时论里面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就是我们的 够导ID 拿到商品案例之后 我们的URL 够导出来了 然后呢 Type呢 好像是get吧 我们的get 然后呢 然后是get 没写get就可以对吧 好像没有了对吧 行 我们呢 不掉就OK了 然后是一个error 这俩就直接打出来了 打一个提示消息吧 一般来说 现在这个都是请求套法 客户端请求有 然后呢 这里边成功的话 会有一个回调 回调很明显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这个问题对不对 我们要判断一下 有没有数据 第一它呢 后的 如果是零 是不是成功的 对不对 如果不是零 那就算 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把 后消息给打印出来 复材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页面 渲染出来 你根据复材的数据 把我们的页面 渲染出来 这里啊 写一个 渲染页面的方法 这里是一个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 detail view 然后呢 原有几个东西呢 我们取出来 大概有这么四个东西 就等于detail的 这个东西 然后呢 回押它 就等于detail的 这个东西 我们的商品 就等于detail的 上面 还有几种的 用户 你会发现 这种详细的 比我们那样的 还有方便 拿到我们的 复材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 填充我们的页面了 对不对 首先第一步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对有的对象 如果有这个优着呀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在行就不应该展示了对吧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配个交易 如果没有我们就做出来对吧 想不管了 因为默认就是有的嘛 什么呢 优着 然后呢 再往下来 我们要往上偷偷吧 对吧 太可笑了 然后是什么东西啊 再往下走 就是我们的方品名称了 多了 他的 他的 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固执的 公司内幕 实际上没什么难的 实际上 直播就是我们填充我们页面的数据 对不对 下个就是我们的 国字的面子啊 Dollar 他的 税上 上面的图片有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 开始实践啊 但是 开始时间是什么呀 它的test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日期的格式化 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实际上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是New Data Formator 这个Data种类就是Google StartData 叫StartTime还是StartData 看一下 商品叫什么呀 叫StartData 然后适应它呢 这样的啊 我们格式化一下 OK 我们开始时间 然后呢 还有一个RemainSecond 剩余多少 它的Value了对不对 这是Value了 就是我们的RemainSecond 然后再往下看 这是我们的秒杀Tip 等会儿出来我们的秒杀Tip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商品的ID 它的Value 对吧 商品ID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的ID 可以发现很繁琐对吧 但是用那些现成的那种框架呢 这个知识可能就简单多了 这是我们的商品的价格 Test Test Boost 好像也是叫Good Price 我们看一下 上面的价格是不是叫Good Price 叫Good Price 叫Good Price 然后再往下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秒杀价格了 它的Test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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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的库团了 它的Test 就是我们的库团 你的库团 这个 秒杀的库团 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们的页面应该就渲染出来了 我们还插个小东西对吧 就插我们这个秒杀的Tip 应该怎么展示呢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来说 我们这个秒杀Tip 实际上跟它是一样的 做它就可以了 我们实际上第一波 直接吊这个方法 吊一下 扛浪 扛浪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首先取个Remain Seconds的Value 我们的一个章 放置了 它给你这个Value 会做一个事对吧 我们首先看看 开始没开始 对不对 然后做一下这样做 刚好它就可以 我们来试一下 跑一下看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一点 我们现在的商品行情是吹的 不再有任何杂志的 HTML 对吧 然后加上我们的CS 小号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页面 上面的表 没问题了 上行 OK了 看到没有 把我们的名方图片 开始时间 状态都是对的 对不对 原价 秒杀价 口感数量都是可以的 对吧 现在是秒杀的进行当中 那我们改一下数据后的数据 看一下我们这个东西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的开始时间 改成当前时间 12月的5号 然后呢现在是21点25分吧 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问题啊 也就是说 没开始的时候没有给我们倒计时 对吧 没有倒计时 那我们把倒计时代码 看见了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倒计时的啊 那秒杀tip 这里需要改一下 如果还没开始 它的test countdown了 还有一个countdown 这里对不对 这里我们需要加一些东西 如果还没开始 码倒计时就加上 秒杀tip的html 秒杀倒计时 多少秒 多少秒呢 刚好就是我们正于这个 OK,我们来试一下,刷下一面 好,这已经开始秒杂进行中了,再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26分 看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出来 又过了,改成27分吧,没办法了 27分呢,33秒 OK,刷下一面 效果还是可以的 还有70多秒,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27分的,27分再改一下 27分00,再刷下一面 还有29秒28,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过程 能不能正常的抖下去吧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出来,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不做,很容易被他们虎做 然后当分离啊,我们页面新电话呀,超白了 就是一个HTML加阿甲克斯,对不对 210,开始运动 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 OK,我们这个页面啊,就基本上完成了 OK,下节课,我们先讲这么多 好,下节课,我们再把表刷呀,做一个听电话 好,下节课 好,下节课 感谢观看